下来我们讲这个布尔类型 布尔类型 用来作为什么 判断的条件去用 一个布尔值 一个Q 一个Fear 计算机俗称电脑 那么既我们编写的程序 是让计算机运行时 应该让计算机无限阶级人脑 或者说人脑能干什么 计算机就能干什么 人脑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是数据运行和逻辑运算 那么此处的布尔类型 就是模拟人的一个逻辑运行 既判断一个条件的成立 用Q标识 刚刚我们学习的 不成立的话就用Fear 是吧 好 那么我们来学习一下 这里定义一个变量等于Fear 好 我们看一下它的类型 Q 好 我们来演示一下 它就只有两个 一个是正确一个是错误啊 好 这又是布尔类型了 布尔类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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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